PS5 Pro多少钱?什么性能?什么时候上市?我来大胆的预测一下 当年PS4 Pro比PS4晚了三年上市 按照这个逻辑,PS5 Pro应该会在2023年底发布 PS4的算力是1.84T PS4 Pro的算力是4.2T,提升了228% PS5现在的算力是10T 那PS5 Pro的算力你们认为多少才会买单呢?20T PS4显卡规格相当于HD7870 PS4 Pro相当于RX480显卡 那这两代显卡跨度很大 一个是28纳米,一个是14纳米 PS5相当于一阳哥版的RX6700XT,7纳米的工艺 它的性能相当于RTX4090显卡的37% AMD新一代的7000系列显卡是5毫米加6毫米的工艺 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如果非要性能翻倍的话 估计就是RX7900XT了 说完性能咱们说价格 6700XT显卡现在卖2000多块钱 7900XT显卡现在卖6000多块钱 PS5日版现在卖3000块钱 PS5 Pro如果卖8000你会买吗? 就算你会买又有多少人会买呢? 7900XT显卡和RTX4080显卡性能相当 在原生4K分辨率下几乎可以通吃所有游戏的高画质60帧 估计到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有人骂PS是7盘插帧了 但是无优化不索尼 索尼肯定会优化 优化到8K60帧或者原生的4K120帧 现在PS5运行使命召唤19这类的高刷游戏 实际上是2K或者1080T高一点的120帧 下面说说显示设备的需求 当年索尼在推出PS4 Pro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4K显示设备的开始普及 PS4游戏机它玩的是1080T的30帧 那PS4 Pro玩的是4K30帧 那现在8K电视准备普及了吗 8K显示设备现在并不是强需求 那下面说一下成本 最近这两代的PS游戏机 用的都是AMD家的中高端定位的显卡 相对应的规格参数 比如HD7870 RX480 还有6700XT阳格版 我估计它不会用到7900XT这种顶级或者次顶级的显卡 因为功耗成本都不合适 需求和成本目前来说都不合适 我估计PS5 Pro就算有 估计用的也是2024年发布的RDNA4架构的AMD8000系的显卡 到那个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个中端定位的8600XT 就可以达到PS5性能翻倍的水平了 估计等到2024年2025年 制造成本也下来了 8K分辨率的显示设备需求也会多一些 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PS5是2020年底发布的 到2024年底才4年 如果真有半代升级 那可以再撑4年到2028年 在PS5的后半场可能是这样一个局面 二手的PS5可能也就1000多块钱 新的PS5 Slim 2000左右 能玩2K60帧性能模式 新的PS5 Pro 4000左右 能玩原生的4K60帧 而且是画质模式 到那个时候 游戏画面和特效肯定比现在的游戏更好 游戏开发商能充分挖掘PS5的潜力 2024年到2028年 这几年才是真正的PS5时代 还有一年 以上是我的大胆推测 仅供参考 欢迎讨论